花林县观光协会则是利用防疫期间 观光业淡季的期间 进行了人员培训课程之外 更举办了跨县市的标杆学习课程 带领学员们前往台东县进行观摩课程 希望透过三天两夜的行程 让花林县的观光同业 能够了解临近县市发展国旅的现况 也为疫情解除之后的国旅市场做好准备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观光业者而言 可以说是受到重大冲击 花林县观光协会为了协助会员在这段期间 除了开办人员培训课程外 特别安排了三天两夜的跨县市观摩活动 前往台东观摩当地业者对抗疫情的相关作为 并了解台东县的国内旅游景点几路线 中原别馆也有防空洞啊 每轮上一堆都有 都有啊 所以这些都有防空洞的设施 以前这个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就有美军的风炸 那时候才有的啦 这次的三天两夜行程 包含了花东重谷县 海岸县 以及台东县内的游客打卡景点 从25号出发到27号结束 会员们利用这次机会 对于东部景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一般的人对这些不会那么了解 所以说我们课外喝都讲得很好 解说员啊 莫赖老师 康老师 讲得非常细腻 因为很多花练在地的人 他都不见得能够懂这些东西 你必须把老年人的经验 然后传承到现在 我们才会懂这些 我觉得这个课程上的 真的是非常的很有意义 平常是有时候我们 其实在现场啊 的帮助非常大 尤其是客户部分 公关部分 真的对饭店也来讲 对包括导游 民宿这个都有很大的那个帮忙 花练县观光协会表示 未来还会持续进行教育训练的活动 希望能以超前部署的方式 为疫情解除后的观光产业重症 做好准备 记者综合报道